大家好我是那個台灣漢高北區業務代表 那大家可以叫我Charlie 那今天在這個場合就是為各位 解答一下各位 使用螺絲膠常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我這邊會準備幾個問題 那首先第一個大家常會遇到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我今天點這個螺絲膠那他多快會蓋 因為大家很在乎說這個東西 我多快可以進下一個製程 那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回答一下螺絲膠他的固化機制 螺絲膠他是本身是隸屬於缺氧膠的一種 那也就是說他其實固化機制他影響他會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 缺氧環境那缺氧環境就是跟我們的間隙有關 那第二個是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金屬成分 金屬離子的存在 那金屬離子存在如果金屬離子他的那個反應性越好的話那這個膠幹的就會越快 那金屬的那種活性化我們這個我們要怎麼來判斷 簡單講今天我們工業上會用到很多金屬 譬如說像是銅 或是鋁 還是有些鋼 那鋼上面我們可能還進行各種不同的表面處理 像是電鍍 或是染黑 那甚至我們還會用到一些比較特殊的金屬 像是鈦或是不鏽鋼之類的材料 那這些材料他表面的金屬活性其實都不一樣 那我們怎麼簡單判斷說一個 金屬他的金屬活性是高還是低呢 那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判斷依據 那就是說我今天金屬他是不是容易生鏽 今天越容易生鏽的金屬代表說他金屬活性越高 也就是說他對我們那個 缺氧膠的反應性越好 所以回過來我們的問題 這個膠水多快會乾呢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就是說我的今天點的是什麼金屬 那像我這邊有兩個譬如說大家可以看到這兩個是不同螺絲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一個 碳鋼然後是那個電鍍的一個材料那另外就是染黑 這兩個的話 各位如果說今天點的話其實這兩個可以大家可以發現喔這兩個如果我們今天點同個材料他固化時間不一定會相同 那所以說今天各位我們今天點膠的時候如果判斷最快會乾其實最好的方式還是親自做一次驗證 就說我今天點膠完之後然後把他鎖上去然後再 觀察看他 在你希望的時間之內我們去那個去測他的一個懸開強度 看是否可以今天看 是否可以達到各位的一個標準 那如果說各位你今天如果發現說我點完螺絲膠 我經過了24小時 你打開來發現那個膠水的難是一個保持一個濕潤的狀態 那這代表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說這個膠水對我的金屬反應性非常的差 那代表說我們需要利用額外方式像是使用我們的催化劑764來加速他的固化 那第二個如果說各位你今天使用的金屬是一些反應性很好的金屬的話那你如果發現一樣膠不乾 那就可能有一些外在因素比如說像我螺絲上面有一些油汙啦或髒汙沒有清理乾淨 這時候我們必須對工件再做一個深層的一個清潔 那這個就是為各位回答說這個螺絲膠多塊會乾的那個一個 解答 那其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螺絲膠它竟然用在所謂的塑膠件上面 那 我們之前有提到說螺絲膠的固化原理是它需要是個缺氧膠所以它需要金屬成分存在 所以說今天各位如果說你的 螺絲膠用在金屬件上面的話至少你其中一個 介面的材質是需要金屬成分的 但是即使是這樣 螺絲膠遇到用在塑膠件上面會遇到什麼個問題 其實有這個有一定的比例會發生說你的塑膠件會被破壞 那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螺絲膠是一個它本體是一個壓克力素質 那為了增加它的解鎖性 所以說我們會在裡面加一些所謂的壓克力酸 那這些壓克力酸的話其實是會侵蝕我的一個 所謂的塑膠這個材質的 特別是在我們一些所謂硬力比較集中的方向 方位 所以各位如果說你今天使用上有經驗會發現說我今天一個金屬螺絲 如果點螺絲膠 直接鎖在我的塑膠件上面的時候 有可能有一部分的機率會造成我的塑膠件的歸裂 甚至說如果說我今天是一個埋入的一個金屬 金屬結構 如果它是通孔狀況之下我點掉 點下去有時候也發現說我的塑膠件就直接整個碎裂掉了 因此 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我們不建議各位 所以用螺絲膠在我們所謂的塑膠件上面 像這種螺絲膠比較理想的基本上還是用在所謂金屬跟金屬的一個材質上面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天這次的影片 那歡迎加入 樂泰的那個YouTube官方頻道 那 希望大家能按账加分享 那隨時得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那謝謝大家